持續帶您追蹤 昨天發生在國道3號奪命電纜線車禍 台電外包商進行高空施工作業 不慎讓電纜線墜落到高速公路 導致一死四傷的悲劇 今天上午檢察官進行遺體相驗 也對相關人員釐清事發原因 而逃過死劫的其他車主回想DASA状況 說真的是太可怕了 也痛批台電外包商完全沒有做好防護措施 真的太離譜 那我們現在要檢討為什麼出現如此嚴重疏失呢 台電的外包商面對記者提問閉口沒多談 電纜線垂落高速公路 導致鄉行車被纏住撞上分隔島後反覆 宛如絕命終結戰的電影情節 最後奏成一死四傷的悲劇 幸運逃過死劫的其他受害車主 迴響當下 雨季有存 嚇死了 然後兩夫妻又掛在那裡 真的太危險了 因為那種東西掉在馬高速公路上 真的是有點危險 這個應該是他們措施沒有做好 網戶啊 他們都沒有做啊 釀成這場死亡車禍的元凶指向台電外包商 在進行高空施工時 不適讓電纜線垂坠到車道上 只是高工局明明沒有接貨通報 相關施工作業 為何會出現如此嚴重的疏失 外包商至今閉口不談 是不是先貿然先行施工 高工局說你沒有跟他申請對不對 面對記者提問 台電外包商始終不發抑鬱 檢察官在發生車禍隔天進行驗屍 也對死者家屬 外包商人員 還有被波及的相關車主追查 當下的狀況要來釐清多命原因 接著張新潔苗栗報導